我们也是靠我们丰富的经验 去活出我们自己的意识来 丰富的经验是很可贵的 我也经历过 我当演员当三十多年 我们演员每两年这样 或者一年还是三年 就要谈一次合约 我三十多年我谈了很多次合约 所以我很有丰富的经验 而且我每次谈合约 他们都会减我薪水 所以这个经验多么宝贵 可是呢2016年 2016年那年我碰冰了 我才知道经验是不可靠的 2016年2月份的时候 我去谈我的合约 谈合约的时候 我很有把握 因为2015年我的表现很好 2015年是新加坡建国50周年 我们老演员很多戏演 宝贝甜心我还当男主角 所以有本钱 去谈合约最重要 这是我的纪念 当然去谈合约的时候 基督徒怎样都要祷告 因为先求神的国 神的义 一切他会加你的 所以那天我去谈合约 坐在我前面呢 是我们演员的负责人 还有一个人事部的经理 当然他会跟你笑 他每天都是把那个样子 而且开口一定告诉你 去年的行情不好 听惯了 因为我都不管了 可是接下NH就吓死了 明年我们能够给你的工作 可能比去年少很多 只能够是去年的30% 换句话就是说 我们将会捡你70%的薪水 有没有人做工被人家写过70%的薪水 干脆不要你算 那我听了这句话以后 我就忘记刚才祷告的事情 什么先求神的国 这个义没有了 剩下自己的国 自己的义挡住了 就是自己的经验 自己的经验 这时候是什么呢 害怕 如果就30%的薪水 我怎么样养这个家 只有如果他们知道 我的薪水捡了70% 我的脸往哪里放 这时候他们又告诉我一句话 给我鼓励 你是我们公司看重的 演员 所以就算只有30% 我们愿意给到你50% 所以还是要捡你一半薪水 对不对 刚才是的时候害怕 现在我生气了 就在这个又害怕又生气的情况之下 我就跟他们不欢迎善 最后说的出一句 非常不负责任的话 如果你们捡我一块钱 我都不做 我就这样走 一走出去回口的时候 打电话一看 我太太玩笑给我10% 我要面对现实了 我就打电话回去给我太太说 我太太说 为什么 为什么谈一个合约 两个小时这么久 我说 不太好 她说你不要吓我 我就回家 才跟你说清楚 我回家把事情从头到里 告诉我太太 我太太比我更冷静 她也不害怕 她也不生气 她说 如果 这个公司不要你 我们相信上帝一定会帮你开一条路 如果他要你的话 你已经把话说出去的 他们也一分钱贵罪 就在这个时候 我们就把一切的油力 消脱给上帝 我们两个人就打到 在当地的面前说 上帝 我真的要听你的 我是个求你的国 你的义 如果这份工作 你要我做得下去 我话已经说出去 不能够收你 如果没有的话 我相信 你一定会给我开 因为圣经里面说 我们所说的试探 都是我们的 自己的实力 上帝不在这件事情试探 上帝从来不会试探 可是上帝会在我们试探的时候 给我们开调 所以从那个时候 到两个礼拜后 我又再回去的那段时间 我们不再担忧这件事情 当天一来到了 同样是两个人 脸色还是一样不好看 可是想话的口气就比较好了 我们回去三年以后 觉得我们上个礼拜 给你太少了 我们愿意只扣你20% 哇 突然间剩这么多了 当然我也没生气 我也没害怕 我说 我上个礼拜 已经把话说出去了 钱我一块钱 我都不做 我轻轻的一讲 反而更有力 他们坐立不安了 尤其是演员的那个负责人 就走出走进走出走进 当他走出去的时候 这个叫做人事部经理 就开始告诉我 很抱歉 我们上个礼拜 不应该给你这样的一个offer 我更加礼拜 这是试探 那我也告诉他 如果上个星期你说 后个18天可能有我的接受 可是这个时候呢 这次我回去 我跟我的上帝祷告 我说我把身体交托给我的上帝 如果你们捡我心水 他会跟我看另外一条 如果你们会让我做的话 你们一定会捡我的心水 当我坏说完的时候 我们演员负责人进来 当然还是很不甘愿的样子 好了好了好了 我们谈过了 不要再拖了 我们这次就不捡你心水 我跟他说见证 两年后也就是去年 我又谈合约了 我去年63岁 我比两年前更老 可是这次谈合约呢 五分钟而已 他加我心水 而且去年 是我当演员有史以来 拿到最大的一份花火 我拿了六个月薪水的花火 我甚至比两年前更健康了吗 你看我刚才走路上来 你知道不是了 我甚至远远比两年前更好了吗 不是了 因为这是上帝的意思 你先求他的国 他等于他加给你 我们有很丰富的经验 可是很多时候 好的经验 可能会成为一个好的习惯 坏的经验 也会成为一个坏的习惯 我真的是一个坏的基督徒 以前啊 现在好一点 以前我的 我们长老在里面 以前我的 我是参加的不是华语聚会 华语聚会是早上八点半 我睡不醒 我参加的是十点半的聚会 可是十点半呢 也让我很困了 为十点半 你来到这里的话 上面的人刚刚上会 下面的人上去 哇好挤啊 所以我就想一个办法 我十点十十五分再去 哇 去的时候就很顺了 就这样进去了 当我进庆座在那边的时候 我发现 有人比我还迟啊 那从此以后呢 我就会找过十点十十五分 那有一次我太太去印尼 那我星期间呢 我就慢慢在家里 涂来涂去 涂到差不多十一点才到 那当我到那边的时候 我看到下面空无一人 不好意思的上去 每个人看着你迟到 我就当去不去了 虽然呢就有时候呢 就找借口也不去了 就是有时候有来 有时候没来 成为一个习惯 其实是几年来 我到新加坡教会也好 到新加 新马来亚教会也好 新马一家庭 都有这个坏习惯 对不对 都有迟到的坏习惯 不只迟到啊 打课睡啊 有没有 有些今天这个礼拜来 上个礼拜没有来啊 有些是什么呢 有些你在想的时候 他拿电话出来 你以为他在看圣经啊 不是啊 他在玩手机啊 大家都习惯了 为什么会这样呢 为什么都有这样的习惯 我们看 我不讲 我们看耶稣怎么说 好不好 我们看下一段 马太福音26章40节 耶稣祷告完以后呢 就来到门徒那里 见到他们睡着了 就对彼得说 怎么样 你们就不能同我 警醒骗死吗 我们这里很多人 包括我在那里 我们一个星期 就只来教会一次 就那么两个小时 我们来在这里是跟美大的上帝 一起就会 我们来这里呢 是敬拜赞美 我们天上的父 天地的主 为什么我们不能够警醒骗死 我们的人生也是这样 很多很多坏习惯 对不对 打麻将啊 骂人啊 喜欢 花天酒地啊 做出说事情 这都不承认了 这些坏习惯 我们都习惯了 我们要怎么样改过呢 我们靠我们自己的力 改不到 我们自己的意识 永远就站在我们这边 那么上帝的意思是什么呢 我们看下去 总要警醒祷告 免得入了疑惑 你们的心灵固然愿意 肉体却软弱 我们的心灵是愿意改过的 可是我们的肉体是软弱了 我们知道不应该迟到 我们知道不应该打电话 我们知道不应该打瞌睡 可是我们习惯了 我们习惯像看的人也习惯 我们犯罪也一样 很多人做错事情 都是不愿意的 每一个犯人在里面 我们去探访他们 他们都知道他们错了 他们结果就错了 我记得有一次去探访的时候 我看到一个牧师 在教导他们 我看到他们在唱诗歌 比我们在教会的诗班唱得更好 我就跟这个牧师讲 你真的是把他们教导得很好 可是这牧师说什么 你知道吗 他们十个出去有七个再回来 他们习惯犯罪了 可是他们知道 肉体却软弱了 所以耶稣说我们要进行祷告 祷告就是我们基督徒跟上帝说话 祷告是因为我们跟上帝有一个美好的关系 祂是我们的天父 我们是孩子 我们能够来到祂面前 把我们的一切事情告诉祂 交托祂 来听祂的意思 所以我们要紧醒的祷告 怎么样叫紧醒祷告呢 我们去年12月15号 有一个圣诞节的布道会 这是我们每个新加坡的艺人团区里面的一个布道会 每年都有一个布道会 那么在11月底的时候 巴当有个教会 也要要求我们去 因为时间比较紧闭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没有时间开会 就由我跟巴当的牧师 通过手机的短讯来联络 后来我发现我跟他所联络的短讯 大概有70多个 大部分就是我求他帮助说 我们这里会有谁过去 我们会唱什么诗歌 我们会讲什么见证 我们的整个设计怎么样 希望他们的这个 基拜仗美团怎么样帮助 而他回来给我的短讯是非常短 有时候不到一秒钟 有时候最多两秒 而所回答的都是什么 可以可以没问题 我现在就去做 我记得12月12号离开布道会还有三天的时候 我每个早上都去林一鸣大哥的家里祷告 我们为我们的布道会祷告 而那天 网当的牧师就传来了他们的教会的装修过的那个照片 那我们一看了以后呢 我们发现他们的楼梯比这个楼梯还要高 刚才这个我上来都很麻烦了 而且跟这样没有扶手了 那么我呢 跟林一鸣大哥还有周出名三个人的特色就是脚没有力 所以这时候出名就打个电话过去说 牧师啊 你教会这样 我们有问题 那个牧师说 可以可以没问题 我现在就去做扶手 他顺服上帝到这样的一个地步 从来没有说 上帝要等一等 他就是那么的警醒 那天下午 我去到这教会的时候 我走过旁边 我看到扶手了 这扶手是新装上去的 因为扶手的颜色跟台的颜色不一样 都还来不及油漆 我看的时候我非常感动 有这么警醒 顺服上帝的这样的一个仆人 那天晚上 我相信上帝也感动了 那天晚上 到牧师护照的时候 有128个人 第一次举手 向自己 回向主 这样的弟兄姐妹 我们是不是也想活在上帝的旨意里面 也想知道上帝的意思呢 我们一定要记住上帝的话语 这本书圣经就是上帝的话语 上帝的话语是我们 路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我们也要思想上帝的话语 他每天都会引导 当我们或左或右的时候 他会告诉我们 哪一条才是真路 我们应该行在当中 我们不当要记住要思想 我们要更要顺服上帝的话语 当天使出现在玛利亚的面前的时候 他说 我问了你人 我向你问了安 主与你同在 玛利亚看到天使这样的问安 是什么意思呢 心中很惧怕 天使说你不用怕 因为你在神的面前蒙大恩 你将会怀孕生子 要给他起个名字叫耶稣 他将会是将来最大的 他的国是永无穷尽的 他的家是以红颜的 玛利亚说我都还没有取家 怎么会有这种事呢 天使说 因为上帝的圣灵会降临在你身上 上帝的能力会把握 为什么天使说话知不有把握呢 圣经里面说 因为天使所说的话 是从神来的 神的每一句话都带有能力的 那玛利亚有怎么样反应呢 玛利亚说 我是主的使徒 我情愿你的旨意 存全在我身上 所以当主耶稣诞生的那天晚上 在玛利亚里面 父羊们但都更是在牧羊的时候 主的荣光照下他们 他们也是很害怕 这时候天使说 你们不要怕 我是来报大喜的信息 这是关乎万民的 因为今天在大卫城里 要为你们生的一个救主 就是主基督 那个在玛朝里抱着布的婴孩 就是基督 这时候天兵也出现了 天兵跟天使敬拜赞美 至高的荣耀归于神 第三个平安和喜乐 归于他所喜悦的 天使离开以后 牧羊们就跟着天使的指示去找 果然在玛朝里找到的婴孩 也看到了玛利亚 他就把这件事情告诉了所有人 所有人听了都很信仰 只有玛利亚 把这些事情记在心里 反复的思想 他思想什么 他思想天使告诉他的事情 他思想什么呢 他思想他怎么样去顺服上帝 他思想什么 他思想上帝今天的旨意成全了 玄格内的救主诞生 亲爱的朋友 当十一月二十六号 我从天老探访出来 上帝就把马太福音 二十六章 三十九四十七节 放在我心里 我把它记住了 我说上帝 我要直接思想这个话 你要我怎么样的把这句话说出去 原来要说这句话 要把我以前很多疤痕都要拿出来 为了就是要荣耀上帝 我以前是怎么样个坏的人 我以前是怎么样个坏习惯的人 我必须要把它拿出来 这些东西是在你们娱乐新闻里面看到 可是在主的面前 我要侧罗洛人告诉他 因为我要顺服他 亲爱的朋友 今天晚上你们来到这里 你们是不是也听到神的话 神说他爱是上的每一刻 神说他将他独身指示给你们 这是神的意思 这是神的礼物 这是神的恩典 你们愿不愿意顺服 愿不愿意欺骗死 就好像那个牧师一样说 可以可以没问题 我会接受 可以可以没问题 我要相信 可以可以没问题 我要顺服 等一下我们的牧者 耀心弟兄 稍微跟大家分享 当他护照的时候 我希望上帝的你 亲自的感动 这里的美味 我把以下的时间 交给耀心弟兄